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14岁的中国跳水运动员全红蝉表现出色 以466.2分刷新世界纪录 夺得女子10米跳台跳水金牌 一战成名 从去年8月开始 中国被讨论最多的运动员是全红蝉 她已经家喻户晓 大家都非常喜欢红姐 这个14岁的女孩成了大家的宠儿 受到大家的称赞 全红蝉在2021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她的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她已经赢得了奥运会和全运会 如果全红蝉能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金牌 她将完成大满贯 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15岁的运动员 在自己的领域完成一个大满贯 那将是多么轰动 对于全红蝉来说 2021年取得的成绩已经成为过去 她将在接再历 争取在2022年的亚运会上夺得金牌 目前 全红蝉已回到国家队 继续备战 就在最近 国内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 在奥运会期间 澳大利亚跳水运动员李世新 曾向全红蝉索要签名 他们之间的趣闻也被曝光 说到李世新 喜欢潜水的人应该都很熟悉 他曾经是中国的一名跳水运动员 他还获得了世界冠军 李世新在讲台上唱国歌 令人印象深刻 感动了无数人 然而李世新后来决定通过规划 成为澳洲运动员 在澳大利亚李世新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但他为澳大利亚效力 李世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发布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要求签名 他和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陈爱森则要求队友 签下李世新的T恤 包括陈爱森 谢思义 张家琪 施廷茂 全红禅等等 李世新还专门谈到了全红禅 当时全红禅为李世新签名的时候 红姐还不是奥运冠军 当时还没有拿到金牌 在全红禅得知她将为李世新签名后 反应是如此的可爱 全红禅非常谦虚 我也得签吗 我还不是冠军 李世新回应全红禅 没关系 你代表的是中国跳水队 虽然不是现在 但以后肯定是 事实上 在东京奥运会之前 张家琪和陈玉希的成就 和名气远超红姐 他们已经是世界冠军 而全红禅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缺乏经验 但也可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当全红禅获得了创纪录的金牌时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她成为了最大的黑马 因此 全红禅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总之 2021年已经过去了 这对于全红禅来说 一定是非常难忘的 她在跳水事业上取得了突破 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希望她会继续努力 为中国赢得更多荣誉 对于全红禅获得更多荣誉 对于全红禅获得更多荣誉